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4日,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有一个新消息,在李克强的老巢,社会矛盾特别激烈,因为很多人怀念呼吻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虽然也是一党职者,但是基本上有饭吃。 但是现在很多老百姓可以这样讲,找不到工作,房贷压力又很大,所以有些人就可能导致走偏。 那么刚才看到看中国网站披露了,大陆疑似报复社会的恶行案件越来越多,网传近日,河南省周口店叫泰康县又发生一戏,轿车撞人事件,现场多人倒地。 他创的不是一个人,多人,那么流出大贪血迹,当场七人死亡,多人是因为无人急救,失救,失血过多死掉。 你看,又一起,这是6月14号最早发布的是推特平台。 6月10号晚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这个周口可能是一个县级室吧,是吧? 一辆轿车故意撑撞路人,也就是说这样的老百姓都是草民啊,草民变成暴民了。 他没有别的招,手里微游里有的就是这个液化气罐,那么有的就是点火,对吧?爆炸,有的就像这个驾车。 那么,这是视频显示在一个闹丝路口,多人倒地,现场惨不忍睹。 一名绿衣男女子倒地,倒地之后,是旁边有一辆车辆绿色轿车进回,该名女子眼角流出的血,一直流到脖子上,等等等等。 这个场面我不先描述了,非常的惨烈,你不可以看一看。 你看这次,在习近平的马屁经,拍马屁最响的景俊涵,治理下的吉林省,就是有一个姓崔的大爷,因为失业以后,仇恨外国人,对这个美籍的教师进行的袭击,暴力袭击。 你看倒地的地下,不是旁边也唯一圈,这个国人嘛,在看热闹,啊,久一点,这个当年这个义和团不就是了,看到这个老外啊,出事了,他们不但不忙帮忙,还感到高兴。 这都很不正常,非常危险,啊,这是今天最新的一期,那么这篇文章,呃,也讲到了其他的,呃,历史案件,历史案件,5月21号,四川广安,五圣县,呃,龙女镇, 也是一辆轿车,故意直接撞飞了路人,当场两人死了,那么,52岁的司机生母被抓, 还有4月16号,四川义滨寺的,南西区直中门口,直下高中门口,一辆轿车,车速飞快,也是撞了人,4月14号,呃,江苏福州,你看,十字路口,也是个闯红灯的车,啊,还有南昌东湖区,是4月8号, 你想想这些都在哪里,大部分都在飞习家军的老草,也就证明是内斗激烈的,你看,呃,四川,刘七宝,啊,打击刘七宝,啊,打击刘七宝,江西,打击孟建柱,这个,曾庆红,对吧,南昌呢,也是一样,啊,啊,啊,这证明什么,证明和内斗有关系,官员不负责任了,不管了, 因为官员心想,我今天干,明天说不定抓起来了,也开始这个,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啊,其实有些案子可以负责任,比如说警察在现场之前,远远就盯住这个车不正常,早早就去把他制止,对吧, 一般来讲,这种事情,暴力事件都不走,你都能看出来,这个人,比如说以前,呃,长期失业,躁动不安,是吧,背后也经常扬言,要这个,做狠事,要绑大家一块死,这时候就应该救助,赶快大家好朋友,亲戚朋友劝他,是吧,我们政府也送温暖,呃,有关部门,社会保障,我找的财,是吧,不要难过,啊,还不上的钱,政府给你换, 给你换百分之九十,剩下十个,百分之十,你分三十年,慢慢换,这边还得把家庭生活料理好了,因为这里都是,啊,这里有些人快破产,即将破产了,走法律程序,啊,人家一点不上火,为什么呢,人家国家就是这样,就是由法治来管,中共国不是,啊,当官只管自己,所以这个一旦内斗,就会出现很多呢,不负责任的事导致的,啊,所以在李克强老曹,一点不奇怪, 我们再来看看,啊,另更多的消息,疯狂网今天还有一题,上一场我讲,我没讲完,就是整个社会互动,你看,医院里有个瘫痪的老人,被连山而过,最可怕的是什么,他这个儿子常年在国外工作,还能视频看到,看到竟然讲呢,他能理解,所以这都很不正常,啊,这个人让说疯狂网报道了,讲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医院病房里,一个女子,拿了饭勺,喂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得了脑梗了,头脑不是太清醒了,那么他叫这个老人吃饭呢,也是好心,你问题是,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就蒙扇老二,光光光扇,老人就行了,他的儿子,怎么讲呢,他在外地长期的赚钱,没有回来,你就想你赚什么钱,这时候,这时候你就回到自己家乡,啊,就近少赚点钱, 照顾自己的父母,对吧,因为父母,就这么一个,医生永远不可能再有了,死了就死了,你呢,工作那个事,赚钱那个事,暂时赚不少钱,以后可以赚,对不对,先把这个老人家先善后,对不对,哪怕呢,比较有尊严的送走也行,你看他不管,啊,他交给他的亲戚,说这个人在医院里这个人呢,还真不是他的,就是说,护工,不是护工,护工肯定是,那对我规定,你看这里老年, 老年院,我经常去啊,因为一个老人家,前去年才过世了,啊,因为他和我是邻居,呃,我有点嫌疑的时间,就帮他送信,我就经常上那个老年院去看,那些老人,七老八十,走不动了,啊,呃,那个,因为那个养老院是比较高档的,啊,一个月就要较五千多才能住到那边去,啊,你看早晨,呃,那些,这个点心,啊,蛋糕,那些, 水果,牛奶,就放在桌上,老人全大了头看,谁不吃,我就说,大哥,你怎么不吃,一点吃不下去了,所以现在我每天特别能吃,我很高兴了,你别给我瘦,我超能吃,以前最起码的吃个四顿五顿的,刚才又吃了一大盘饺子,是吧,呃,我要告诉你们,就能吃你就能活着,不能吃就完了,像这个老人呢,呃,基本上就是,等死了,呃,呃, 他的孩子想不开,还在海外,这个,赚钱,赚钱呢,雇的这个户工,还是他亲戚,说他这个亲戚啊,说说照顾这个老人也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你不能采取这个办法,你想你交一份医院的钱,国内的医院肯定不是免费的了,是吧,当然如果他爸爸是高干,那就没这些事了, 他爸爸要说习近平的家人,你看谁敢动他,他扇嘴耳光,你可能不礼貌,他给你抓起来,是不是啊,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那个权力社会,随当官随行,随不当官,当草民就完了啊,就受欺负,他这个什么呢,就是根据《富康网》这篇文章呢,地点在昆明,集长梗一边,那就是云南省的事啊,有这么个打工的人在外边打工,他爸爸,脑梗了,躺在床上,没有办法, 他就雇了一个亲戚,还算一个远房亲戚啊,照顾他这个爸爸妈妈,已经照顾了五六年了,的确他爸爸这个脑梗,啥了霸气,有时清醒,有个胡子在躺了,是吧,挺受苦的,喂,你喂既然干这个亲戚朋友,就把他尽善尽美,是吧,你叫他,比如说他不行,多推两下,打耳光能行吗,你这个实在是犹如人格,你看他这个亲戚不咋地,你怎么叫这样亲戚,我看了以后就是心酸, 你就两个选择,要不你这个亲戚找个好的啊,挺有爱心的,那么多给你人点钱,让人别吃亏,因为人家苦嘛,人家就静止静止照顾你爸爸啊,当成个工作,每个月最起码的给你五七六千,是吧,有更多更好啊,上万,你看他好好干,是吧,如果是你给那么多钱,他这样干,你赶快给他辞退, 有的是干,跟你讲,实在不行,你这个我给你照顾照顾,你这个钱给我也行,可惜我回去后他就给我抓了,要不我肯定就能给你照顾,挺好的,我保证不采取这个办法,你比如说有的老人家他喜欢听音乐啊,你一放音乐他就醒来了,我都是这样啊,你看晚上,我这个做着节目累啊,看了也多啊,也花了, 有时候心里烦的时候,哎,我只要一放刀朗的歌,这奇怪了,我比较很累啊,只要一听刀朗的歌,我就立刻是心旷神疑啊,我不骗你们,睡得呼呼的,是吧,问题是一呼呼完了,谁都不愿意给我一个房间,我现在老是一个人啊,躺上睡觉,为什么,打呼了,谁都烦,全世界人都烦,包括到朋友家去啊,前一段时间到朋友家晚上我住那,我跟朋友也讲, 说你要到别的房间去啊,千万到楼下或者哪,他的房多,我说我这个肯定是,我要告诉你们什么,这个他没有尽职尽责,他这个儿子,我认为这个脑子也傻了吧唧,你就想,你想不开,我不知道挣多少钱,在海外打工能挣多少钱,你要挣的不多,你就回去吧,真的,你这爸爸好好护理护理,找别人护理,别人不静心,你说这个远程可以视频看到他,爸爸挨打, 你狭杀进去,那不就打在你的身上,比你打身上还疼啊,是不是啊,所以看中国我要讲了什么,就在习近平时代,缺乏户外,人和人之间斗,这就和习近平有关系,向江雪战,因为打他嘴巴那个,这个亲戚心想啊,向江雪战嘛,是吧,雪战怕什么,给你打醒了,喂你点饭, 那习近平不就是什么,对人民群众,就是特别的蛮横吗,动不动整完了,再给一口饭吃,是吧,这叫什么,有一个词,就是这样,硬的要硬的,远的要远,是吧,这习近平搞这些名堂,那对待自己的老百姓不就这样,犯令不无情,是吧,整天整人,今天抓这个民运抓,那有不点事抓起来, 然后,有的时候,他假装的伪善,给一口饭吃,还有讲什么,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讲了半天,他坐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是吧,我要跟你们讲说,为什么中国现在,疯狂网这一天,最起码有六条,七条心的,讲的是互动,就人和人之间斗,原因是什么,就是习近平,统治者,一个统治者爱,底下就爱,对吧,一个社会就是榜样的力量,就是领导,你看胡耀邦, 当年说了算,那社会多好,三月份的时候,就文明月,是吧,咱们那时候同学,刚毕业,有一同学,他那个什么,就长鞋,他的鞋就去,掉那个胶底了,是吧,他就到了文明月那一天,去把那个胶底删,站上去,不花钱,是吧,因为他没有,他那工作不是太好,收入少,我那时候记得有那么有朋友,就是,那个年代就是啊,就是文明月,一切都免费, 这三月份的时候啊,到处都是羡慕心,现在哪有,现在你拿着钱,你还善而过,你就想想,这跟习近平没有关系吗,所以今天你看看凤凰网吧,你凤凰网最给我看头,就有的时候还讲点真话啊,因为他毕竟,是对海外进行宣传的一个媒体啊, 你看,货,货拉车司机,一个,一个拉货的司机啊,呃,这个,送完货后,举报了货主,警察竟然比较是好样的,你看,这不互斗,这鼓动斗,你说你拉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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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解,能检举介乏货主吗,你,货主就是你一时赋五,你给人拉货,人给你钱,这养着你,还举报人不好啊,你这多没良心,这习近平,这啥时代,你说我都不愿讲,这每天看这东西,你心里很痛, 你看你老贝登 老贝登儿子判刑了 我认了 确实12个评审团拍了 你不是说不公平 我更不能干预司法 对不对 司法也不听我 但是我爱我的孩子 对不对 你看人都好 我认同法律的慰言性 就我儿子判刑了 确实犯罪 对不对 咱不能忽怒我儿子 但是我和我希尔 我老婆永远爱他 那可不是啊 这个习近平统治下 你看整天去这事 我看了就难受 人家货主给你钱 你给人送货 怎么能举报货主 你什么都不要举报 人给你钱 人家你就讲 你怎么给你服好 就走了就完 你少问人家事 外外还举报人家 你能干这个事 就像你现在和朋友交往 朋友对你挺好的 完了你还举报朋友 朋友对你挺好的 习近平的时代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期待 文化大革命不就这样吗 我起来给他爹 一脚那个肋骨才断 据说他爹堂的这些 好儿子踹得太好 说明你 人家也灭心 将来肯定能干大事 果然 重庆市委属于大事 习近平也一样 你看他爹 就被文字鱼给整得好普 他现在不但不学讲经国 开放党禁报警 他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文字鱼 就属于这种类型 这一脑袋 脑袋成问题了 就是汪汪大革命 要给他整傻了 这样讲 这种人我跟你讲 只能把中国整到最后 就是可以这样讲 亡党加上亡国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个更多的消息 国际新闻 你看 习近平没有别的招了 就要挑起一场战争 把矛盾转向海外 刚才看到 这个VOA 发表了天文 讲到多个信号 做事了 怎么做事了 中国正在为攻打台湾 全方位备战 这是很大的事 那习近平开始走偏了 这就习近平 现在就是刚才讲 驾车冲撞 不差别人群这种人 只不过山东的 河南的是小事 他这个冲撞是大事 但是可习近平 是小恶 什么小恶 习近平是把其他国家 绑到一起死 口经不就是 既然你说我群裂 我也打不赢了 哥们扔核弹 这不一样 户外社会 户外世界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篇文章告诉你 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星期四 6月13号 针对中国师傅 在为台海 台湾海峡潜在冲突 进行准备 举行听证会 多位专家分析 说中国正在为 台海冲突 以及与美国正面开战 极端情况做准备的 看见没有 他准备要打台湾 打台湾和美国打仗了 他说美国需要从军事金融能源粮食多个领域 加强收集和监视中国的储备能力 战争动用的变化情况 为什么美国现在国会 开始披露西红 等中共高官失败问题 叫激化社会矛盾 开始准备开干了 翻脸了 下一步不仅仅是什么 提出swip系统 搞不好这是开战的 你看这边文章给你分析的 非常的直白 美中经济安全宾部委员会 叫克里夫西姆斯在听论会上说呢 习近平敦促中国人民解放军 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敢于斗争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啊 他说意在为冲突做准备 提高战时动员军事和军事资源能力 其实习近平上来以后 刚开始上来没两年 没几岁就开始搞什么居民融合 早就准备打仗了 他指出中国的动员能力的提高 对中国克坏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 军事入侵台湾最重要的 美国各军方和情报领导人 对解放军何时参战 有不同的评估 比如说美国现在飞成两派 一派英派一派哥派 有的时候他不能打 有的时候他能打 今天我看了一个自谜一体在分析 讲到美国现在对习近平政权 分成两派 有的要颠覆 有的不颠覆 我认为那是小事 关键是这件事 打不打仗 有人说最早可能在明年 就是打台湾什么时候 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危险的时刻 我本人认为呢 最危险就现在到11月份前后 其他的不重要了 因为等到美国大选结束了 除了美国新的总统了 人家新的总统 不论是拜登也好 还是川普也好 就会有个长年的打算 就美国就不能像现在这么乱 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是有点乱 他说随着中国能力不断提高 一满足习近平宣称的承诺 让台湾和大陆统立 如果胁迫威胁失败套 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希姆斯是要评估的 他说习近平在4月份 在四查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 要面向战争部队 面向未来提高半学育人水平 和为情保障事实 武力建设一种军艺大学 他为什么到军艺去 他知道打仗的时候 死伤严重 他想象是别人愿意给他当炮灰 都是保护他 别人死 我认为不是这样 你不信看吧 他将来打起仗来 只要把权力给了军头 他很快就这样抓起来 因为他没有个本事 就他太面丽 他哪能统领军队 不是我瞧不起他 就他的本事 你就想象蒋介石 那是黄埔军校一直领导的 你想张学梁都和这背靶兄弟 他到了西安 没叫张学梁给他刷了 很简单的一个事 因为您现在是和平年代 那个军权没在当官手里 军队军头没有权力 子弹和枪支都是分离的 我跟你讲嘛 我是知道 那管理上的员格 都是三个人签字 三个人签字 拿着枪弹 你等打仗 什么都下放了以后 你就想一个营就给你刷了 他不可能老长山动的 他除了是啥 只要出来 军头只要动一个脑筋 恨他 张学 比如说是徐才厚的人 郭伯雄的人 房会张扬的人 刘亚洲的人 不客气来的人 什么人都有 令计划的人 温家宝的人 因为中共的上层 现在已经分裂了 各个派系 都说不清是谁是谁 你得罪的人 你忘了别人气得 哪一个人 哪一天走哪个地方 人家一个眼神 十个人就给你抓了 一抓 别忘了 把你笼筋一放 就在这里面磕头 我觉得他的性质根本不行 你看看 在那蒋介石那时候抓了以后 蒋介石逃跑了 所以挑腿摔断了 花青池 对不对 都会有何银钦 还有那个 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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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远尔和贤会 控制的是宁夏 赵乐基和王在军 控制了青海 胡春华乌兰府家族在影响力 最长最大的内蒙 西藏 陈全国在新疆也厉害了 他的势力 你再看看广东 广东上的胡春华和王阳的人也不少 你再看看湖北于政生的人 湖南周强的嫡系 江苏沈月月 别看是个理性 现在壮了挺忠诚 都有伙人 李源潮的是吧 京城更不用讲了 你就想吧 香港更是个火药桶 香港 新疆 内蒙 对不对 西藏 十天 军阀混战 恶之为政 我给你讲 西米都跑了 他铁领导不了军队 你听着我 他现在就靠这爹小二们和平年代 他手下有这么两个人 一个是张有霞控制军队 一个是王小红控制警察 一直混到今天 现在都没办法 也控制不住了 开始依靠这个彭丽媛 彭丽媛 他能控制军队 你就别别 你一个娘 不控制军队 你男子 男子一打起仗以后 人能服从你来管 你分秒 人都给你逮起来 你就是个唱歌 你那花几可笑 但是给我感觉 他是最为没有办法的 就在想走这一招 所以本人认为 他这个打台湾 打台湾 搞不好就是忽悠 其实就是冷战有利于他 他就这么忽悠 然后给这个国内矛盾 转移出去 又不打 他处理的是什么 能够就是说 控制在打和不打之间 炉火存青 掌握这个度 这篇文章就告诉你 这个度很难掌握 他说去年五月 五月 习近平主持 叫中央安全委员会 后一就讲了 坚持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他就每天呼吵 什么叫底线思维 什么叫极限思维 他就玩这个语言游戏 秘书写吧都照念 你怎么控制这个局势 很难的 他说美国有个专家 叫莱斯大学 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叫柯林斯 他说习近平担心的极端情况就是战争 中国做好必要是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准备 这个确实你等闹腾到一定程度 擦枪走火就打起来了 是吧 何况现在老拜登面临了川普的 卷土冲来的威胁 搞不好他这枪打一打 他就变成罗斯福了 那老人家到这个年龄就是这样特别不服输啊 越老越不想放弃权利 对不对 说是用美式足球打个比方 中国人吃得很好 他们在举重 他们在跑步 他们在测试 后垫和头盔等所有的感觉 但美中四方已经到了进行现场接触的混战阶段 我不这样认为 但中国确实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走上球场 用情报 把对方连球带倒了一切准备就去 我想至少从中国的核心目标上看 那就是拥有便可能使用这种对抗的能力 他这个意思我跟你讲 我个人理解 就是说现在啊 他是想不想真打 但是你想想 这个小的斗气斗气到一定程度 有些军头他就给你搞点事就打起来 你看一战二战 不都是五年事件导致的 对不对 你是想控制这个平衡点 那个平衡点那么容易控制啊 搞好就打起来 一打就完了 他这里举了些例子 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叫刘宗元 他认为 极端情况下可能是指南中国海的冲突 台海小心冲突 也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 导致西方对中国事实的制裁 也就是说在南海 台海超前半岛印度边境 这四个地方都可能出事啊 我确实认为中国政策里最惠爱的情况算没 但我看来 中国正试图并专注于降低自身的脆弱性 而不是积极的发动战争 他说 也就是人这篇文章就分析了美国英太歌派的人的不同的看法 他说曾经担任美国副国务安全部门顾名 博明啊 博明当过记者在中午中 我还被抓过啊 他讲来是对的 他说呢 中国吸取了俄罗斯入区乌克兰的教训 一旦决定群台 第一步是全面发动战争 确实 如果他打了一定是全防卫的 也打日本 关岛 打 全打 打无所谓 因为老美已经在河海俄级核潜艇已经放到镇海港了 人给你同时发射就完了 120枚给你分一分就算吧 金山炮也三分之一 俄罗斯三分之一 中共三分之一 足够了 你根本不着急 你为什么人家老百人现在这么从容 援就在这里 你想把底座给你搞好了 同时还有辅助啊 旅顺岛还有远程打击 中远程打击的时候 镇海港还有航母啊 人一点不怕 我跟你讲吧 这样讲起来 习近平政权 现在已经四面楚歌啊 那么这篇文章介绍了这个 博文明的观点 博文明说 如果习近平动用军事力的 他可能会直接全面冲击 试图征服台湾 完全吞并台湾 而不是采取逐步升级的工作 我认为也是这样 他要打就是全防卫的 就是准备聘死一搏了 但是呢 这也是最后的动作啊 你老美打他轻溜溜的 何况是他七大工业活 你就像英国那么容易对付呢 你看看一站二站吧 什么叫英国 什么叫老牌的资本主义 你催牛啊 什么叫英国女王的 英联邦的什么精神支柱 你看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一样的 都有总督 是吧 总理 你从我不是这 你从我你说就精神信仰是什么 钱 你说人有什么信仰 习教就成一信仰了 那不扯 没有几个相信这个东西 连他自己他家人都不相信 那么这篇文章就告诉你 上个月呢 赖清德在演讲中做出两案 互不历史的表述以后呢 解放军东部战区 随即在台湾周边海域呢 突然发动陆海空火箭军部队的大会议演习 赖清德5月30号 接受采访讲了 他说除了强调北京应该正视中华民族存在以外 还指出他在就职演奏中 临中共不满的有关两案 互不隶属的表示是事实 也就现在赖清德的态度特别的强硬啊 你看昨天不是还讲了吗 要和西明对谈谈 西明没理的啊 他说被问及中国功啊 台湾之前可能有何种迹象 美国最近采访了的兰芬兰 有个托尔库大学的教授 他说从叙事的角度看 我们首先看到的情景之一 就是中国对台湾储群的妖魔化 因为战争会有大量拼命死亡 也就是他无视啊 台湾老百姓的就是这种感受啊 来吓唬人台湾 我认为他要打台湾 没有什么胜算的可能性啊 打台湾他就陷进去了啊 其实打台湾呢 这个本人认为这是改律的 他要打 他指出呢 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 中国的宣传论标发生了变化 但目前为止能有对话的机会 其实就远利两手 今天不是讲王虎宁出来忽悠吗 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野心都不能收敛啊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美国的国会 民主党参议员呢 叫古德温的观点 他说跟踪中国食品 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指标变化 有助于美国发出战争爆发的运行信号 他意思 你看到打不打 你看到是不是有这个粮食储备和生产 有没有一些变化 说是储备和生产的急需转变 是一个国家采取重大行动的长期历史指标 古德温是这样讲 除了努力减少需求之外 中国还在继续实现什么自力更生 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这种 但中国库存和资源使用的变化 可能是危机到来的信号 也就是有些人聪明 他是看你的迹象来判断 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你就看一条就行了 危机以上领导干部的孩子家属纷纷往外跑 纷纷躲出去 你就知道要打仗了 如果他的孩子都不动 还在北京 那就证明他是假的 就是个忽悠 因为你想要打仗之前 可能内部要穿达了 他首先他的家人都跑了 你包括西明泽 如果他早早的跑到美国去了 他的哥哥什么都走了 那证明要打仗了 对吧 人都是这样 都是自私 狡兔三苦 首先想自己 只要你想自己 少有动作 人就看出来了 是吧 你从这里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好 谢谢 再见